这是全武泰森只用91秒就结束的场比赛 当时您是否会认为这名对手很菜 甚至多年以后的采访 不了解他的你还会认为他很狂 主持人问你的对手谁的次拳打得最好 答我自己谁的防守最好 我自己谁的步伐最好 我自己直到问谁的力量最大 接到小伙伴的任务 讲一讲斯平克斯或者是和泰森那场比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注意看黑裤衩 有的时候也穿白裤衩 这个斯平克斯到底是不是一般胖 其实当年和泰森场比赛 很多地方可以证明斯平克斯的段位 第一就是出场费 88年泰森赚了2000多万 打霍姆斯也没有赚这么多 还有一个点最重要 当时泰森就是个矛头小伙子 虽然打败了伯比克打败了塔克 但是打败了史密斯夺得了三冠王 还是不被一些老权迷老专家认可 直到他四五回合干掉了霍姆斯 一大部分人闭嘴了 但是又有人说霍姆斯太牢了 除非你再干掉斯平克斯 你才是真正的王 那么这个斯平克斯到底牛在哪里了呢 首先第一霍姆斯就是斯平克斯的手下败将 而且两次打败 直到面对泰森的时候还是保持着不败战绩 直到九十年代大家才明白 第一霍姆斯是老了 但绝不是那么不堪的 正值颠峰老货 也是点数勉勉强强打败了他 猛男莫塞尔被怼的也是鼻青年种 他妈的九六年了吧 迈克尔拿他也没啥好招 甚至到了五十来岁了 和那个四回合之王奶油豆 那也是被怼的怀疑人生 纵观霍姆斯的职业生涯 只有泰森把他KO了 而霍姆斯最牛的时候又两败斯平克斯 当时不觉得有什么 是吧 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过后 才知道当时的斯平克斯和泰森有多厉害 楼上装修这嗡嗡嗡呢 那么咱还是讲斯平克斯 其实早在七六年斯平克斯的名字 全迷已经把它记住了 因为这一年的奥运会 有两个斯平克斯夺得了冠军 轻重量级迈克尔斯平克斯夺得了冠军 中量级莱昂斯平克斯夺得了冠军 哥俩同一年夺得奥运金牌 在当时报纸的头版头条 那么后来咱们现在熟知的小斯平克斯 那是谁呢 那就是莱昂斯平克斯的儿子 也就是说和泰森打比赛这个这个斯平克斯的侄子 哎呀 这回清晰一点了吗 哎 储没储字点没点赞呢 我这都是知识啊 三男人呢 这里个点你要注意了 这个斯平克斯啊 是从轻重量级上来的 这就牛逼的很了 76年奥运金牌 77年转入职业 85年升级之前 斯平克斯就是轻重量级的扛把子了 那个时期没有次重量级的啊 也就是说你过了175磅你就是重量级了 就是当时斯平克斯的身体条件是很吃亏的 但是来到重量级照样夺冠 WBAIBF和全能杂志三条接腰带 这个成绩后期的霍利菲尔德做到了 准确的说是斯平克斯接了护姆斯的班 这个拳法咱们也看到了他这个拳法了啊 非常灵活非常牛逼 之前采访说谁的次拳打最好 我自己说什么什么 我自己没有吹真的很厉害 那么当时斯平克斯的球样头衔怎么就没了呢 和泰森比赛时候就剩一条权杂志交代了 也是因为泰森 和伯比克之前呢 老狐狸唐金撮合他和斯平克斯 然后这个斯平克斯认为泰森毛都没掌权的 打什么比赛就没有应战 不是说斯平克斯不敢应战 因为当时的泰森证明度实在是不高 你要是钱到位了也行 还给不多少钱人家肯定是不打的 完了就被剥夺全方头衔了 然后他那条交代变空缺了 就落入史密斯和这个塔克之手 然后泰森又一条条转了回来 直到1988年 此时泰森有足够的资本了 给你斯平克斯1500W干不干 那肯定要干呢 傻子才不干呢 这一场啊 小狼普都来了 你说这段位高不高 小可爱 这是在人家的酒店打的 那么这一场斯平克斯怎么就这样了呢 91秒就拿下了 怎么回事呢 事后啊斯平克斯讲了 我的教练让我用机关枪搬的进攻 我不这么认为猎枪更加合适 就是说这斯平克斯啊 想跟泰森玩玩技术 打一打迎击 抓一抓空档 曾想那泰森一点机会没给 也就是说这一场斯平克斯战术 安排有问题 如果安排没问题就打败泰森了嘛 那也不是的 肯定是不能这么惨就是了 这时候有人肯定会想 打老货呀 打刘一丝啊 老刘这时候打奥赢会议 还没有来到这些赛呢 老货还没升级呢 这一战 斯平克斯的全胜战绩被中间 赛后退役 98年进入全级名人堂 这就是泰森和斯平克斯的故事 下班儿